來 法會功德 淨化污染 恢復健康 昨天來 在旁邊 路邊 我以為他們在做煙供 噴噴噴噴噴噴 煙那麼大 我問他幹嘛 師父在殺蚊子 我想說新山可以做這麼大的煙供 所以 那各位你要 把它回向啊 希望這個煙變成煙供好不好 蚊子吃飽了這樣就好 不要有 眾生被傷害或話講回來 會被蚊子釘有傳染病了 過去專門在殺蚊子的 這個世界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 一個 一個偶然發生的事情 不好聽就是說 今天你會中毒因為過去你放了毒 不然你怎麼會中毒呢 今天你車禍 因為你過去造了一個車禍的因 然後開車為原 通過這個因緣 所以你碰到車禍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懺悔 自己保持一個原心態的正確 就不太容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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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阿弥陀佛 可以做一下,要来复习一下故事 每一个泰国人都认识 而且尊敬这一位尊者 所以每一个开车的人身上都会带他的圣像 因为泰国好像一个风俗 如果一个人开车车祸撞死了 一定他身上没有带龙波特尊者的圣像 所以几乎每一个都会带 然后各位可以看出来 他们用白线从龙波特的手上牵过来 牵到大殿 代表因为每一次 他们在礼拜求龙波特尊者 就观想他手上有一个水晶球 由这个水晶球发光一样 来消除众生的生病 改变命运 有些人一定有说过 然后龙波特尊者在出生的时候 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 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去耕田 把他放在树下 一个吊床 那边让他睡觉 结果有一次大蟒蛇居然来捆的这个小朋友 然后大家都很怕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爸爸妈妈还有一点信仰 他说我们 我儿子一定是个好小孩 动物不会伤害他 结果这只大蟒蛇就吐了一个水晶球 在小孩子的身上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子不是一般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或者有人生病或是什么事 你要来求这个小孩子 水晶球给他观想碰一下 他生病就好了 后来这个龙波特尊者就出家了 然后他出家以后 也经常把座 从这个水晶球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过去未来或别人的事情 然后有一次比较特殊的是 有一次他坐一艘船出去 那时候船上大家都没有水喝 因为这个船迷航了 然后上面都没有水 只有海水 但是龙波特尊者他下了船 踏在水面上 一踏下去 整个海水变成淡水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 哇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 这个事情连皇帝都知道 那个时候啊 因为大成皇朝 已经来三百多年 斯里兰卡经常来打仗 要攻打泰国 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直接战争 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国王 带了七个阿罗汉来 然后带了七个阿罗汉 因为斯里兰卡和泰国都是被拔利文的那个时候 斯里兰卡的国王就问了 现在这米里面 每一颗米都代表一个拔利文经典的字 但是呢这里面少了七个字 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们知道 哪七个字 然后七天到晚 大家很紧张 到了第七天 然后莫陀尊者就出现了 他出现以后 以他的神通就讲出了哪七个字 结果 那个时候七个阿罗汉都很赞他了 所以就是这样救了泰国 所以那个时候莫陀就成为国师一样 所以大家很尊敬他 所以到 虽然离开这么久了 三百多年 但是他们有很多感应 只要你很虔诚的 他又有一个短短的咒诺 如果你不会念 有怎样观想祈求 运行祈求 龙婆陀尊者 包括观想手上那颗水晶球 放光 消除病毒 还愿 我代表生命天使台 供养三千块美金 造火象 造大火象功德 那其他的各位就拿拿帽子 这个水晶啊 好 这边三千块美金 三千块美金 那他会选到这个地方 他说他可能是因为有这个 呃 胜利啊 指引他来盖这个 在这个地方盖 那他是因为有跟这个龙婆陀尊不愿 然后他有这个责任 应该讲责任来盖这个 大家可以祈愿 龙婆陀尊者 想观音可在人 非常敏感 不管理想的事情 泰国之旅 泰国之旅 一路身行菩提结善缘 行持正法精进行 一切善愿圣福皆得成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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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阿弥陀佛 很难得有这么多菩萨 以受包关灾界的慈戒的功德 一起来读诵地藏经 地藏经对我们华人可以说是一部最有福报的经典 因为里面特别讲的是基本的孝顺的精神 由孝顺而提升为为众生成佛的大悲大愿的精神 就像各位读地藏经 一开始地藏菩萨过去做长者子 看到了一个庄严的佛 像好庄严 所以各位你看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像 在所有菩萨像里面 也可以说是庄严第一 而且读地藏经的人 二十八种利益里面 也说了 女宝第一 就算你投胎做女人 也是最庄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的愿最大 要帮助所有六道众生 皆离谱得乐 最后成佛 甚至各位读地藏经 两个国王 看到老百姓 在造恶业 一个国王 发愿先成佛 叫一切自如来 来度众生 那另外一个 发愿 他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他乃成佛 这种最伟大的愿令 所以我想从地藏经 他是教我们如何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要追求佛陀的向好庄严 特别说八万在戒 大家 也不能去享受 看电视 吃晚餐 但是呢 还是一心一意的 希望能够 往修功德 而且引导我们 回向给所有众生 所以我去那边看 排位写了很多 所有的排位都是我们关心的 不是光我们自己的 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我们回向了 也不是光回向给自己的妈妈或往生者 或是因为自己有妈妈 所以回向给所有老人健康 因为自己有往生者 所以我们回向给所有往生者 都能够脱离伤恶道 往生净土 但是从这里面 地藏经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 真理 那就是原来生命有轮回 而且这个生命的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妈妈 在后面各位念到了 她的母亲 不信三宝 不供养出家人 甚至毁谤 出家人 这样下地狱 另外一个母亲 也是如此 甚至喜欢杀生 吃软 吃鱼软 这样堕落受苦了 所以地藏经告诉我们 这个真相 特别地试品 夜报差别 夜感 造什么夜 就敢造什么果报 这里面给我们写得 非常的清楚 不孝父母 杀害生命 甚至毁谤三宝 甚至伤害出家人 会如何会如何 这个是佛陀 要告诉我们 每个人 都在追求快乐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 因果 夜报 反而在制造痛苦 所以进一步 有对自己父母的孝顺 但是父母在世 又不信因果 毁谤三宝 杀生 但是也告诉我们 学地藏王菩萨 如何帮助父母超度的方法 替他供养三宝 替他帮助友情 替他送地藏经 所以写了地藏经的功德利益 当然由这样最基本的 发展成为 为自己的母亲发愿 广度所有众生 而成佛的地藏本愿的 这种 不可思议的功德 是佛陀所要讲的 所以佛陀在天上 讲了这部地藏经 那目的呢 也要告诉所有的天人 包括佛陀的妈妈 虽然善友善报 现在升天啊 但是毕竟 那个只是短暂的快乐 不是就近的快乐 因为世间的金钱 世间的福报 世间的地位 等你享受完了 就像你现在很健康 健康享受完了 就是老 就是病 财富享受完了 那就是贫穷痛苦 爱情享受完了 最后呢 孤独没有依靠 就像现在很多人老了嘛 儿女在外面赚钱 送他去老人院 然后老伴呢 死掉了 剩下他一个人 他就要开始 面对这个生命 最后的老 病 孤独 甚至又担心自己 死了以后 也没办法面对 也不知道 死了去哪里 但是你读完地藏经 你都知道 善恶业报 轮回的道理 甚至也学会超度父母 进一步超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读地藏经的时候 就有无量无边的 我们招请来的 观心的 回向的 这些地狱道 惡鬼道 这是地藏经里面说的 一个灵命中的人 来自一个众生 听闻到地藏经 来自所有的佛号 菩萨的名字 来自经典的一个句 它就可以脱离地狱 鬼道出生道 让所有痛苦的众生 都离苦 所以刚刚我在后面 有一只母猫 野猫 生了五只小猫 我在那边观察它 猫妈妈真伟大 它那个舌头 就整天都在填了五只小猫 就希望它们干净一点 它自己瘦巴巴的 瘦巴巴的 因为它要养五只小猫 却不断地 不停地 以它身上的营养母奶 给小猫吃 所以我想人都有这个天性 它叫佛性 所以一心一意 就要让对方 弱小了痛苦了 吃得饱 睡得好 离苦 长大 那我们 佛陀 佛陀又跟我们说了 背着来 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在六道轮回的过程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去孝顺众生 那你自己也得到快乐成佛 你去伤害众生 等于伤害父母 那你自己就会痛苦 乃至轮回 所以我想佛教就要告诉我们 人是自己命运 升天下地狱的主宰 一切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因果轮回的道理 那你就认为 反正我又没害人 我去钓鱼 我没有害人啊 我为了赚钱 但是制造了一些不好的排放 废水 我又没有害人 但是事实上 你就一直在制造自己一个不好的命运 简单的说 是我们的心态 心态 所以佛陀最伟大的地方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就是因为你的心态 思想 引导你的行为造业 而造成了个别 每一个众生差别的命运 但是地上今天告诉我们 虽然一个人造了很多恶业 如果他有机会念佛 那么宝像如来 那么居留孙佛 他不但不会堕落地义轨道出身道 他将来还可以升天 升净土成佛 所以虽然众生 无名不得不造业 但是三宝的加持 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议 所以读完一部地上经 各位可能要开始开悟了 哎呀 原来 佛菩萨告诉我们世间的苦 那我们学佛 就是要来救度所有众生母亲 脱离轮回的痛苦 告诉他们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轮回的道路 告诉他们 归依 持戒不思 告诉他们 学佛 发菩提心 普度众生的愿力 那期望各位 我讲的这些 各位都懂了 但是呢 如何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经典都有说了 当你看到一只猫 你都要这样念 念下来 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所以让他皈依三宝 他了解这个善恶业报 六道轮回的道理 让他皈依三宝 了解了 无名 贪爱 执着 造业 生死轮回的痛苦 让他皈依三宝 知道用一个慈悲心 善良的心 智慧的心 忍辱的心 等等 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 从自己的离苦得乐 而发菩提心 愿众生离苦得乐 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 而发愿成佛 那各位就 一定要背下来 再念这 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所以你看到一只鱼 你看到一只鸟 就像我们昨天来 借助的那家 酒店 哇 外面乌鸦好多 所以 信徒包给我一个好吃的面包 算了 不要吃了 通通不食了 在那边挣扎一下 到底是我要吃 还是要丢出去 结果还是丢出去了 哇 乌鸦来吃 赶快给他念 龟一三宝 发菩提心 念一些咒语 希望他们吃了以后 不要再做乌鸦了 所以 我还跟我们法师说 今天法会完了 买多一点土生面包 那些乌鸦可多了 所以 不但可以跟无形的众生 结缘 做做阴共 那是布施下去的时候 先念变识咒 等一下这个 吃到的这些鸟啊 乌鸦 那么 还可以脱离畜生道 所以 因为懂了佛法 我们人生改变了 所以 虽然今天太阳很大 刚才有很多菩萨 不断地在那边 加牛奶 加食物 也有很多 菩萨 继续买了很多食物来 制造了 很多 甘露 妙烟 让他们 文集解脱 脱离生病 所以 食物是用金钱买来的 所以会发财 这个食物 布施出去 可以让众生 离开饥渴 有力量 升天 所以你将来 也会离开饥渴 升天 为他念阿弥陀佛 希望他吃饱了 乃之又不生病了 你要师做 要供 希望他往生净土 那这里面就圆满了 生命的意义 原来生命的意义 在于让众生 离苦得乐的慈悲 虽然太阳很大 钱没有了 不失了 很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 会场里面 刚刚中午 各位看到了 念一下 一千代的鱼 一千代 每人这里面 至少有十条鱼 就一万只鱼 我们让他 进到会场 得到我们八万 再借 所有的功德 然后呢 再送他 回 他们的河流里面 自然的环境 那每一只鱼都成为三宝弟子 每一只甲鱼 身上都放光了 就等于有一万多个三宝弟子 身上带着我们大家的 八万灾界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 进入了大自然 所以就像这个世界 多了几个出家人 这边走来走去 那功德很大了 所以因为大家的 归三宝 发菩提心 替他忏悔 替他撒净 归三宝 发世红世怨 为他说十二因缘法 教他发怨 念欺佛如来 回向他们 将来都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学佛 各位这些道理 不是太困难 只要你稍微看一部地藏经 看一些佛教的书 你都知道了 那现在怎么样 积极的 永不退转的 让所有众生 都相信因果 都解脱轮回 都发菩提心 愿学地藏王菩萨 愿学佛陀 一样最后成佛 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了 为此天天尽力 透过工作的时间 通过跟朋友聊天的时间 乃至我们的对象 不是光人 所以包括小动物 包括无形的众生 包括各位早上都会念破地狱咒 就算不会念破地狱咒 也会回向给地狱 宋地藏经 回向给地狱道 宋地藏经 回向给恶鬼道 所以 我们知道 回向的功德了 能够 所作功德 都回向法界众生 超过百千万亿倍 这个回向 法界众生 都成佛 你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你成佛 这个功德天天都在增加 这个观念要注意 比如说 你妈妈生病 你把功德回向你妈妈 病好起来 好像是对 问题有一个不圆满 当你妈妈病好起来以后 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记住 任何一个小小的 一个功德 一块钱的功德 像我们今天那个鱼 一只一块马币 这么大一只 那 你救了一个生命 回向所有众生 同享功德 所有众生 都跟鱼 都跟你最后成佛 那这个就 这个就是 无上的功德了 这个世间 未来 多少的佛了 而且 并不是说 你救十条鱼 的功德而已 我们每个人 都享受 那一只 共善业的功德 等于今天 来参加法会的 每个人都救了 八只的大甲鱼 野生的 一万只的 这些 八丁鱼 也不是光你出十块钱 这些鱼合起来 几千块 每个人都 共同出这个钱 这场法会 开销有多大 租 场地 放 冷气 插花 买食物 你一下 同享功德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想 造恶业很可怕 哇 很痛苦啊 如果我们这一千人 看到一只鸡 或猪 我们共同 看到他在杀 觉得很高兴 这个叫 共恶业 每个人都杀一只鸡 所以 在一部 十二 《华严言经》里面说 三个人 共同杀掉一只鸡 三个人都要下地狱 这个叫共业 十个人杀 十个人都要下地狱 因为这个都有杀业 所以我们了解这种业报 我们现在创造的是一个共善业 今天各位 受八万载戒 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德 而是今天有一千个人 你等于有一千个人 八万载戒的功德 今天各位 送地藏经 不是你念一部地藏经的功德 有一千个人 今天我们等于念了一千部地藏经的功德 所以